這一張照片 就是 提供給我照片的人 他自己本身的手機 所拍下照片 可以看到他提供我的照片呢 就在手機裡面 而且這邊時間顯示的非常清楚 是2019年 2月4號 23點 32分 這是 真真確確 真真實實 有手機拍的照片 韓國瑜市長早上受訪的時候 針對 昨天我在臉書 所提供 一起去 旅遊拍到的照片 的人的陳述 的相關的陳述及照片 韓國瑜市長早上說 這不像是 手機拍的 像是專業的機器拍的 那他也提到說 像是國家 機器在監控他一樣 他說的非常篤定 我相信 他手中應該有 非常明確 與完整的證據 才會 這樣如此的公開 來說 這一張照片 就是 提供給我照片的人 他自己本身的手機 所拍下照片 可以看到他提供的照片呢 就在手機裡面 而且 這邊時間顯示的非常清楚 是二零一九年 二月四號 二十三點 三十二分 這是 真真確確 真真實實 有手機拍的照片 那未來 我為了確保 這個證據的真實性 還跟他求證了他的手機的 相關的品牌 與這個型號 他說 他的品牌是韓國的品牌 是S9 的手機 現在的手機科技 都非常發達 當時 在一個 也去Covermate旅遊的 這個人 他單純 就是 因為看到一個名人 而且剛選上市長的韓國瑜 出現在巴黎島 他單純 看到之後 覺得很驚訝 拍了一張照片 就是這麼簡單 我知道說 韓國瑜市長到現在為止 沒有提供 任何的證據來說 到底 他所謂的國家機器的監控 還有說 不是 手機拍的 是專業相機拍的 到底是哪一個專業相機拍的呢 還是 有哪一個 國家機器的一環 是 誰指使的 這個人在哪個地方服務 都沒有清楚矩陣 韓國瑜市長 身為民選的市長 更是現在代表國民黨選總統的 總統候選人 他的發言 如此的草率 他還提到說 有人提醒他 我想請教韓國瑜市長 這個有人 到底是誰 是你的朋友 你的團隊 是不是 未來會跟著你一起 假設你當選的時候 會一起治國的呢 如果是的話 我認為你 以及你的團隊 的品質 格調 是如此的糟糕 怎麼會沒有經過任何的求證 就對外公開的發言 這不是一個 台灣當今 正常的政治人物 應有的示範 而且還用轉移焦點的方式 來誤導視聽 這是一個總統候選人 應該有格調嗎 我請韓國瑜市長 儘快公開來說明 暴露人本身 他是一個很單純的生意人 在這地點呢 他是在Curlumet的這個 度假村的公共區域 那他提供照片 原因是因為他覺得看不下去 覺得說市長怎麼可以 讀此的說謊 其實我覺得這件事情 打麻將不是問題 因為其實在過年期間 家人之間打麻將 新某好友打打麻將 這些都是人之常情 重點是他自己把話說 都太滿 在公開的這臉書上說 他沒有打過一場麻將 才會引來社會大眾諸多的質疑